好了 非常感谢嘉评的故事 继续来看下面 前两天 湖北隋州博物馆迎来了一位非常尊贵的客人 而且是国宝级的 这件高仿真曾侯以尊盘被隋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陈列在展厅的显要位置 尊盘一露脸立刻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曾侯以尊盘1978年在湖北隋州和边中等文物一起出土 此后一直收藏在湖北博物馆 它造型别致 文式繁复 工艺复杂 被誉为青铜器中的奇葩 复制这件国宝级的文物一直是考古界的一大课题 今年58岁的黄金周曾经在隋州市文物局工作 1994年开始研究曾侯以尊盘的复制奥秘 经过十多年的艰辛努力 依据曾侯以沐发掘报告中所提供的文字和图片资料 运用施拉法铸造工艺 最近终于获得了成功